来 我们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心愿是 赶到更多人来参与 建设无障碍的设施 谢谢 来 请回 显然这个心愿与你有关 对 也与所有的残障人士有关 对 但是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有这样一个心愿了呢 2015年之后 我才使用了电动轮椅 但是当我自己驾驶 轮椅出去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很难 特别是很多的厕所 基本上都有一个台阶 我有时候想上厕所 也是因为那个台阶 而一直忍着 我在想 为什么我们轮椅一族 就要遭这种罪呢 对于残障人士 更要有一份关爱 有一次 为了上一个厕所 找了两个小时的训练 非常不容易 对 这个心愿的确是 非常的有价值 对 你是干什么的 我现在是一家 咨询管理公司的总裁 这就让我想起了 我的成败上 高档的事 高档的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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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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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小李啊 其实我请你是可以的 但我得还请一个照顾你 因为我的办公室在三楼 有电梯吗 没有 因为它是工厂 只有四层楼 所以当时我就给他鞠了三个工 我就跟他说 谢谢老板 我说感谢你今天 给我这么这样的一个答案 让我知道我未来不可以工作 我不可以去找工作了 为什么 因为找工作不但没人要 而且还不能够养活我自己 因为还得去 让老板去养活另外一个人 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讲 我要创业 那老板就很惊讶 怎么一下子又要找工作 一下子又要创业呢 我说因为我知道工作 是不可以实现我的梦想的 结果我们两个人 居然探讨起创业的话题 结果我回来之后 我就跟我妈妈说 我说妈妈 我要创业 我妈妈说 这个小不点 天天不说乱想的 十八岁 能做什么 一没钱 二没人 三没有背景 第四 自己还没有行走能力 你怎么创业 当时我跟我妈妈说 你放心 我绝对可以 让你看到 我是怎么做起来的 结果我就去厂门口卖报纸 一个月下来 就赚了两百多块钱 当时我妈妈就很佩服我 这小子居然能赚钱了 后面我又去拔地毯 拔地毯被城管赶 后面我就觉得 这样折腾实在不行 那个时候我妈妈看到 我这么坚持 她就东平西透 借了五万块钱 我就开了网吧 结果每开几个月倒闭了 所以那个时候 一下子又有了希望 又得了失望 但是我没有放弃过我自己 当时在06年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商机 就是在网上卖手机 当然很多人都觉得 在网上卖手机 简直天方夜谈 别人那么店面摆在那里 都卖不出一台手机 你凭什么通过你的键盘 敲一敲 就可以把手机卖出去呢 我说我一定要做别人 还没发现的东西 我一定要做别人 还不认同的东西 这样子我才有机会赚多少钱 一年 一年 一百万多一点 06年一百万不少了 对 即使你还能这样 出现的事情 欢歌 本集完 我 real 明天